被錢砸受傷 為什麼會受傷 復刻重現 秀場風華 全開秀藍寶石大歌廳 將於8月3 4日 與高雄流行音樂中心登場 今年由胡瓜接任主持幫 並携手歐漢聲 賴慧如 聯手作秀 他那種風力應該很厲害對不對 我們那個價錢低啊 要用負帶多少錢 才算 你說老闆 他們可能 我沒有 我那麼少的錢 怎麼可能用負帶裝錢 行李箱而已 那個沒有 雨天大哥應該有 有 他有獎金 沒有 那個年代沒有一千塊 沒有一千塊 最一百 最大 一檔修做完 七八十塊你看到多少錢 去年其實雨天有跟 雅芬姐都有去 你今天有關心他們的事情嗎 想關心 但很難去切進去這件事情 他大哥他自己做事 你看大風大浪 對 人生對不對 他經歷很多 他們上次遇到煙氣 上次不敢 因為煙氣剛 過世紀去 對啊 對 那你最近看真心的 對 那個 那個 雨天是 硬派都拿去的 那個時候我有參加 我會擔心 雨天大哥的情緒 他不會 他非常專業 他不會 他真的很專業 他有答應過 他就 對 他是 我看過裡面 就非常專業 而且從年輕的時候 他就當我們演藝界的會長 他承擔多少事情 我剛出道他就是會長 我們進這個圈子 還要經過他們的同意 對啊 你問他 因為他 他以前會和你打掌 被忽才能活嗎 對 真的 對啊 就也不是說真的 是 可能這一次 他們會被打得更厲害 所以會派現憲分對不對 因為心情不好 我還要帶他 帶他兒子出場 余祥賢 余祥賢會去 所以他追去 因為他要 所以他是彩蛋 他要跟他 他要保護他 你有想過要找飛哥嗎 飛哥不是我要找 應該是高流要找 我覺得他現在也不太會出來 做這件事情 因為他過得油山玩水 就好像很愜意一樣 當然希望他能 從出江湖做這件事 不一定是錢的問題 是你想法到底要不要 重燃自己的心情 如果他還想找回這個舞台 他就會來了 就像我打電話給辛龍 那辛龍 我這次來不及 你可以來參考我們這個秀 我說下次有機會辦主席 我看過年的時候 我希望你們來參與 他說他會自己考慮 所以我會聯絡 那你說我今天打給師傅 飛哥 然後 然後飛哥問我 那價錢 我不是拿的 那不是高流要處理的事情嗎 你有沒有狀況 沒有 他就是帶小孩上課 他過得很自在 所以他現在都會接電話 會跟我聊天嗎 聊日常 還會傳以前 我們過去表演的影片給我看 那我就知道 他對這份工作還是有熱情 只是怎麼樣讓他出場 怎麼讓他去面對這個 因為小孩也慢慢要大了 對不對 我覺得有點可惜啦 他的才藝這麼初衷 那今天狀況還好嗎 他的 這個我沒問啦 如果他有什麼問題 一定會開口吧 沒有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那你最近有沒有看到飛哥 我只聽說他在花年 地震你們的關係 小飛姿 沒有 因為我不聽別朋友說 他還玩得蠻浴冠 對 倒倒 倒 早 說 早 早 坐 坐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